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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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上一堂課 把這個盆位 在一個Rosing的Median 這個我們大概交代 讓我們先複習一下 因為這個跟後面的部分完全 連貫在一起的 我說在一個 Sauce-free Rosing Median裡面 那你可以看到 那個 這個 Hodihomo 的 Equation 那我們看到的 1過H好了 H過1 那本來這邊的話呢 是K平方1的 那現在呢 因為 你是一個 這個 K平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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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把它看成一個 compress的 這個 Direct constant 我們可以看到 你寫成 Web equation 的時候 這個 K呢 就變成一個 compress 那這個 KC 基本上就是 我們所謂的 Omega 根號 第一個 你要有的概念 為什麼會有一個 compress 跑出來 那 我們說 因為你的 這個 K呢 現在是 你是一個 compress的部分的話 那 H on C 的部分 在這邊 我們說 H on C 你是 有兩項 一個是H on OK 好 然後另外呢 一個就是 J Omega Sigma 那我們把這兩項 一個叫 H on Plung 加上H on H on Double Plung 那 一個是 real part的部分 這是 real part的部分 這是呢 Imaginal part的部分 OK 好 對應的一個兩項 那我們說 我們再把它定義 我們另外一個 Propagation Constant 那這個 Propagation Constant呢 我們定義它是 Gamma 那這Gamma呢 基本上 是把 compress的 K J的部分呢 它的 這個 compress的部分 J 把它拿出來 那 換句話說 你這時候 是等於 J Omega 更號 mu 以上 C OK 那Gamma 是compress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又可以把 Gamma 定義成 Alpha 加 J Beta 我們就很 清楚的看到 J Omega 那你把它 這個 一小 C的部分 放進來 所以 跟號 Mu 然後 一小 再加上 J Omega C 這個放進來 那 也因為你這樣子的一個定義 這個定義是 非常的清楚的 所以我們後面的東西都是依照這個定義來的 那 我們在之前 我們看到了 OK 第一件事情 好 對一個 Lostless 的Medium 來講 那對Lostless 的Medium 的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面 因為它沒有能量的損耗的情況之下 實際上你的Sigma 是等於0的 那Sigma等於0 相當於就是 一小的DoublePlant等於0 那我們的一小C呢 就是等於一小Plant而已 OK 那 換句話說 你的Gamma 的部分 Alpha加JBeta 你會發現 我們可以看到 J的部分 Gamma 是等於 Gamma 是等於 JKC 所以你Alpha是等於0的話 這個Sigma等於0的話 就是Alpha等於0 那Alpha等於0的話 你的Beta是等於多少呢 Beta的部分就是 Alpha等於0的這一個下部分 就是等於 Omega Omega 跟號 MuIssue OK 那這個 就是我們 平常 平常在寫的 就是 我們說 這個就是 WaveVector K的部分 那 過著我們把它寫成 Ve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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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界值裡面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之前也看到了 我們說 由於你現在 你KC平方 是已經等於 Gamma J KC的部分 所以 你可以 把你的 這個 WaveVector 呢 把它改變成 這個 Laplace 1 減掉 Gamma平方 1 是等於0 那你一旦 這樣一改變以後的話 你現在 很清楚了 我們說 本來你會有兩項 一項的話呢 是等於 1 1-Gamma OK 那 這個Laplace 對 Z 對位置的 為分 假設 我們說 它是 我們的 電場 是沿著 Z軸在 Propagate 然後 我把它寫成 假 假設 1-Gamma 所以我們的1呢 把它寫在下面好了嗎 1-Gamma 1的部分 8-Gamma 3-Gamma 我可以把它定它是 i 方向 然后它是 ex 的部分 ex 换句话说 它沿着 z 轴的方向在往前运动 所以我们这边是 e 10 的 e 固 gamma z 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一个解 那 e 正 gamma z 我们已经讲过说 它不是我们能接受的 所以依照这个解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的一个 把 gamma 放进来 gamma 已经知道 alpha 加 j beta 所以你现在把 gamma 放进来就是 alpha z 然后 e 负 j beta z 的部分 那这一项 基本上面 你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就是它的 amplitude 但是这个 amplitude 是随着 z 你这整个 amplitude 在 decay 所以我们叫 alpha 这一个 constant 就叫做 optimization constant 它是一个摔减的这个常数 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说 你在这个任何的介质里面的 实际上这个电磁波是随着 你可以看到这个电磁波呢 它的 amplitude呢 ok 随着你的 z 往前的时候 然后它整个衰减掉 没有 不是那个震荡喔 是衰减 ok 它是整个衰减掉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画得更正确一点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面 这个 amplitude 最大的值 ok 它最大的值是一直在衰减 这是这一项 然后这一项呢 这一项的部分是你在 oscillation 这一项是在 oscillation ok 如果你这一个没有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一个是什么 这个就变成 E0 E-J βZ 对不对 那我们说它这个是 facial 的这个 notation 所以你1 Z T 的部分 应该是real part 我把它写好 1 Z T 是等于real part 的 E0 如果if α是等于0的话 那E0 E-J βZ E-J Omega T 所以你看到 这个电子波是 E0 cos 的 Omega T- βZ 所以在某一个时刻的时候 它随着力 是在oscillation 对不对 这是α等于0的时候 所以我们说 假设α等于0的话 那我们这样画好了 α等于0 OK 这是α等于0 那也没有问题 那你现在呢 只不过我现在 α不等于0的情况之下 我的 这一下 加进来了 换句话说 你这个amplitude 你要加进来 E-αZ 这是你的 在衰竭 一边你的最大值在衰竭 一边是什么 你是在oscillation 所以现在你看到的是 你这个衰竭是什么 最大值都在衰竭 所以最大值是exponential decay OK 所以你现在是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是α不等于0 波 某一个时间的时候 OK 你就会发现说 这是你的电磁波 你的电磁波随着Z 在propagate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你所得到的 一个情况 那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一个结果 那 换句话说 啊 β本身 当t 时间等于0的时候 它有一个phase 那这个β的话 是一个 对应一个phase constant的部分 你看到t等于0的时候 那你最大值是等于多少 10的1负αZ的cosine的βZ 所以它是一个phase constant 就是这一点的phase constant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画的时候 就相当于 这个是最大值的情况之下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画的其实就是β等于0的情况 那你β不等于0的话 那你就会有一个shift 比如说 我可能β不等于0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可能有一个shift OK 好 这个就是β不等于0的情况 然后α也不等于0的情况 诶 抱歉 这个应该是α不等于0 好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了 基本上面 我们刚刚在讲 我们刚刚在讲 这整个的关系 你引进来了 我说 由于你是一个 这个有power loss的部分 有sauce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这个sigma的部分呢 你引进来了 你引进来了 这个整个的 的 电磁场的部分 的特征 你已经了解 那 我们对于这样子一个 电磁场的特征 了解以后 我们再进一步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 现在 我把它假设 我说 在一个 非常非常低lose的 就是power loss 很低的情况 就是 我们先来讨论好 low loss 的dialectic OK 你既然是low loss的部分的话 那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 这一项 应该是 远比这一项 小很多 才会low loss ok 这一项是有lose的部分 如果没有lose 这一项就等于0 就是这个情况 alpha等于0的部分 也就是sigma等于0的部分 那你现在low loss 就是这一项有 但是它很小 所以我们说 在low loss的情况之下 就是 一项 double prong 远小于 一项 prong OK 那一项 double 远小 一项 prong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我们看 一项 double prong是什么 一项 double prong就是 sigma omega omega ok 延小一 一项 也就是 sigma omega 一项 延小一 可是你已经 非常清楚 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条件 我们现在看一下 你的gama ok gama的部分呢 这里面是有什么 complex part 所以你的gama 所以你的gama的部分 你要把它做 一些展开了 alpha 加j beta的部分 你现在呢 g alpha的部分是 把j omega 更好 ok 这个 mu 一项 加sigma j omega mu 一项 加 j omega 是kama 这整个ten 现在你知道 这一项 原小于他 所以 你把它提出来 就变成 j omega 更好 mu 一项 1 加上 j omega 一项 然后 mu sigma sigma 过着我们直接把它写成 j sigma sigma double part 这样会比较干净 滤落一点 ok 换句话说 这一项是原小一的 你现在把它展开 就变成是 j omega mu 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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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 part 再加上 八分之一的 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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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平方 ok 那 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了 这两项是 liar ok liar的部分 外面是一个 compass 所以一乘以后 这个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 j omega 更号 mu 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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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 part 那这个呢 是liar ok 所以我们把它沉进来以后 就变成 二分之一 你的一项 一项 double part 我把它一项一项 碰进来好 这不 正 所以你这边就是 omega 更号 一项 一项 跟一项 这也是一项 把它拿过来 就变成 一项 prong 一项 double part ok 这边少了一个 二分之一 二项 二项是展开 好 那换句话说 这一个整个项 就是你的alpha 这个整个项 就是你的beta 好 那alpha 加jbeta 就是我们的伽玛的部分 那 在这里面 你看到了一个 有趣的事情就是 你的optimulation pn 是alpha 那beta的部分呢 是这整项 是这整项 ok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实际上 这个就是你的衰减因子 这个衰减因子 看到的是有一个 重要的factor在这里 这个factor是什么 Omega 也就是说 我们的电子波 是随着什么 随着 它的衰减是 101-alpha-z 那你现在你看到的是什么 频率越高的部分的话 你的衰减越什么 越厉害 好 所以 换句话说 一个高频的电子波 它是什么 它走不到多少的距离 就什么 就depack掉了 那也没有问题 因为Omega的话 是等于 2πf 所以 你现在看到 如果你要让这个电子波 走得很远 传递得很远的话 而这个衰减速度 不要这么快的时候 那你的频率 一定什么 你不能用一个高频的电子波 你的频率一定不要高 你才能够让它的 alpha-z 什么 比较 比较 小一点点 alpha-z 小的话 那你就是没有decay到很快 这样了解吗 这里有没有问题 高频的信号 高频的信号 你的alpha-z 如果你是在有losing的戒指里面 你如果 Omega 越大的时候 你就衰减的越快 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在那个什么 你在那个 海里面 我说 海里面的话 你的海 你的海里面 在海里面的话 你要传递 从这个军件 到这个军件 你中间要传递的话 你一定要用低频的电子波传递 你不能用高频的电子波传递 因为高频的电子波 没有几下通通摔减掉 他根本信号到达不了他 这样了解吗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有 一个 我们在上一堂课 已经讲过 我们在这里面 电场跟磁场之间 我们定义了一个 一堂 一堂的部分 基本上是 根号 一雄分子μ 那一堂的话是 intricic impedance ok 那你现在你看到 你的 一雄啊 已经重队了 变成一个compress的时候 我们也很清楚的 看到这里的一雄 也要变成一个compress 那一旦这里变成compress 以后 这个一雄C就是一个compress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一旦一雄C变成compress 的部分的时候 它会影响到什么 我说在这里面 我们定义电场是 是沿着s方向 电场的方向是s方向的部分 那我们磁场跟电场的关系 它就是et 的部分 ok 那现在 那现在 你的et 呢 你现在变成etc ok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etc的部分 etc的部分 是等一 那我们看到的 一雄C的部分呢 我们刚刚已经看了 一雄C变成 一雄C 加上J 一雄C变成 double plus oh 换不是换 换 换 然后mue 因为在这边的定义的时候 它就是贱的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你把它 提出来外面的话 这是二分之一 这是real part的部分 那imaginate part的部分呢 变成一 看 嗯 直接把它 办过来好了 一 减 J 一雄 prong 一雄Double prong 二分之一 所以 现在你看到的是 一雄prong mue 二分之一 一 加上 二一雄prong J 一雄Double 好 当然 外后面还有很多像 那最重要的当然是这个像 那这个像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这像代表的 ETA C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是 E X跟 HY 之间的关系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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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 ETA 不是complex 的时候 我对应这个电场的时候 一定有一个磁场在什么 Y方向 对不对 这是我们在 上两堂课就讲过 但是 但是你现在看到 你的 HY 啊 Y方向呢 有一像是这个东西跑出来 那这一像是什么 这像代表的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Face 对不对 这个Face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代表说 电场跟磁场 现在不是InFace 在某一个时刻的时候 它不是InFace 它是 有一个相位差 这个相位差是 包含在这一像里面 那我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那 这个相位差到底是多少呢 就要看你的一像Double point的大小 跟一像的大小的比值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个Special Case 来看看 它的这个相位差的部分的话呢 是多少的 好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呢 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说 这个是一个Face的Velocity 往前在运动 那这个Face Velocity呢 我说这个Face Velocity呢 是MuFace 这个Face Velocity呢 是等于Omega除以Beta OK 那 其实这个Beta 就是我们Leal part的 这个K值 也就是Omega除以Beta 那你Beta 你已经知道 刚刚我们看到了Beta 是这个东西 这整个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把它Omega除掉以后 就变成根号 Mu1分之1 然后 1 这一项 你把它分之1倒过来 就变成1-8分之1 1分之1 1分之1 2分之1 OK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这个Face Velocity的部分 已经不是单纯的 根号 Mu1分之1了 就是在这个介质里面的话 那它的 这个相位的速度 这是我们 所有的一个概念的部分 那依照这样的一个概念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你要把整个通通了解 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先把这个定义先了解 OK 定义了解以后 你才可以看到 对不同的Case指是什么 你的阿法和Beta之间的变换而已 那阿法为什么会有值 就是因为 你这边有一个Compass的 大家有一个Constant来的 OK 这简 这是简 因为这边是负的 OK 有没有问题 哪一个 哪一个 这个吗 它是一个 你的Face 我们说这个Face Face 往前运动的传递速度 这个波的相位 往前传递的速度 所以它叫Face Velocity 所以它叫Face Velocity 那这个Face Velocity就是Omega除以K OK OK 也就是你平常的 如果是在真空里面的话 在真空里面的话 你Face Velocity就是等于什么 Omega除以K 就是你们的所谓的C 就是这个光速C的部分 那也就是等于 更号 Mu0 一小零分之一 OK 这是在真空里面 蛤 K K 所以我说 那种橘色的括号 那种是波数 哪里 橘色的括号 哪个括号 橘色的括号 橘色里框起来 对对对 这个就是Face Velocity 像速度 不是波数 不是波数 哦 你说波数 你这个名词是很笼统的 因为 Wave的Velocity 现在我们会有两个Velocity 一个叫做Face Velocity 到你们有一个叫Group Velocity 这是两个速度 这两个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Grow Velocity是 你这个波 往前传递的时候 你能量往前传递 带着能量往前传递 Face Velocity 它的速度是多少 所以它可能是一个波包 所对应的速度 Face的Velocity 就是你同Face 同样的Face出现 它的速度 就往前传递 就往前传的Face出现的传递 你同一个Face 出现的时候是多少时间 在多少距离里面出现 那你就可以计算波的速度啊 OK 所以这个叫做Face的速度 而不是 我不喜欢用波数这个名字 它本来就是像速了 而不是波数 像速度 就是你对应它的Face 所以 它的定义就是 Omega除以K OK 如果你要看 你以前的速度就是 我们说 一个速度就是什么 Frequency除以λ 乘以λ 就是这个速度 OK 那这个速度的话 就是Omega除以 这个 rear part的K 的部分 那没有问题 所以 你们后面会 我们后面会再看一下 Groove Velocity的部分 那现在这个部分 我们先 看这个Face Velocity 就是这样 还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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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的一件事情是 你现在发现的一个 你的 电厂跟食厂 是什么 不是同项位 因为你现在有 这一项跑出来 原来如果这一项是等于0的话 那 换句话说 ETA Double Plound 等于0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这个 这个是什么 我们之前已经画过 就是说 你会看到 你的H 是 倒在 Y軸方向 的部分 那它 这个 一雄Double Plound 等于0的时候 它是跟它相位相同的 OK 但是你现在 一雄Double Plound 不等于0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相位差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一个Spatial Case 的 是 是